當你們有了編長 你們在計算上面 就會比較成功 可以嗎 再來8 8我只講一個 8我只講一個 這有差料 這三角形三邊長分別為x x下一跟x二 如果是 銳角三角形的時候 x的範圍 我只講一個小平角 如果是銳角三角形的時候 則x範圍是多少 同學 什麼叫銳角三角形 所謂的銳角三角形 不名其義 就是銳角三角跟形 這句話不是在 我不是在講幹話 聽啊 什麼就是行 你要求範圍就是要把它拆成這三個法論 行代表 三個邊長 都要是正數 因為我剛才講幹話 這三個條件綜合出來 我們知道 x要大於0 這是第一個條件 由行所帶來條件 可以嗎 第二個 叫做三角 三角帶來什麼條件同學 如果他是三角形 兩邊合 兩小邊合 大於第三邊 所以說 x加上x加1 要大於x加2 哇 第二個條件算完 x要比例大 其實是有意義的 對不對 我只長比較幹 因為不是一直在講幹話 好不好 喔 第二條件是這樣 可以嗎 再來第三個 我用小圈圈 寫好了 第三個是銳角要怎麼討論 同學什麼叫銳角 看好啊 這是一個 直角 三角 直角三角形的話 兩小邊的平方 會等於第三邊 小方 加 小方 會等於大方 那如果是頓角的話 代表這個直角往外開嘛 那往外開的結果 AB 不變 可是原本的C 被拉長了 看得懂嗎 原本的C 被拉長 C變長了 所以最大的邊 變得更大 這時候小方 加小方 跟大方之間比 小方沒有變 可是最大的邊長 是變大 這個叫做鈍角三角形 那什麼叫銳角三角形 一樣的邊長 這個一樣的邊長 往內縮 所以是被縮小 是被縮小 所以這個圖形 被縮小 C邊變小了 同學 小方 加小方 這時候跟大方比 因為C邊 變小了 所以 兩小邊的平方合一 會大於最大邊的平方 也就是說 我們在討論 Rate角的形形的話 代表 x方 加上 x下1的平方 要大於 x下2的平方 可以嗎 去解這個不能寫 那這個是解一下 x平方 加x平方 加2x 加1 大於x平方 加4x加4 全部移過去 會得到 x平方 減2x減3 再大於 拆開來 x減3 x下1 要大於 代表 x要大於3 或是 x小於 負1 這第三個條件 這個條件 我以前有講過 所以我們之前前面的整理 我把他擦掉 我把它擦掉 那這個 這個 就這樣 那這個1 是 跟2 4 跟 34 這三個 式子 我們 最後取 共同範圍 交集 x要比0大 一個條件 再來 x要比1大 又有條件 再來 x比3大 又比負1小 第三個條件 取共同範圍 得到 x大於3 來 還有同學 上禮拜沒來的 舉個手 我看 講義 有誰沒有騎的 來去告一拜 我真的有白怪 幫忙一下 1234567 7個 好 請後面印象 謝謝 往下 謝謝 好OK啊OK那我们继续哦可以吗 因为还在写等你们一下 真的没叫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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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用看好了 因为我这个图要画比较多 我想要自己画 这个合角公式 接下来的东西 跟前面没有关系 这个东西跟这个代数比较怎么样 跟代数比较有关 可是我希望从我以前 给你们看过一个题目来出发 来讲这个感觉 第一个感觉来 sine 75度 同学 记不记得sine 75度是多少 而sine 75度 如果你们背一下 叫做四分之根号六 根号六加根号二 可以吗 四分之根号六加根号二 给你们感觉一个东西 先让你们看一下这个公式 我们一直是在教学的内容 叫做合角公式 就是利用两个三角函数的 加加减减 和啊 差啊之类的关联性 去来看这个三角函数怎么样 变幻 它只是一个变幻函数的过程 那我觉得这一张 某个程度上 比前面都来的好学 只是因为它的题目 都在算东西 你会觉得哇 就是算来算去而已 sine 75度 我们可以看成 sine的 45度 加30度 可以吗 那45跟30度相加 我们有等一下会证明的合角公式 会发现它可以写成 sine 45度 乘上 cos30度 再加上 cos45度 乘上sine的 30度 同学来 我们来开始算数字 sine 45度是多少 叫做2分之 根号2 cos30度 是叫2分之 根号3 这两个相乘分母是4 上面是根号6 那cos45度 叫2分之 根号2 sine 30度 叫2分之1 这时候sine 这时候sine 乘以cosin 加上cos乘以sine 两个合并完同学 是不是正好是4分之 根号6 加根号2 可以吗 所以我们等一下开始证明这个东西的 第一个叫做合脚公式 要证明sine的α加β 会等于sine的α乘上cos的β 再加上cos的α乘上sin的β 那我的证明方法跟学校全部都不一样 因为你们现在这个1-1跟1-2学的是比较熟 1-3都不熟 我就用以前教过的题目来证给你们看 先帮你们复习一件事 假设也叫做α 这里叫做θ 这里叫做rsinθ 底边叫做rcosinθ 不要忘记一个口诀 斜边乘上sin 是不是就是对边 我们之前有讲 这个工具很好用 斜散得对 斜口散离 今天会只会用到这个 那我们开始来证明了 首先我们要证明的是sineα加贝拉 α加贝拉出现在哪边 在这里 因为这两个是平行线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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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东西你们都听得懂 诶 都听得懂 仔细听都听得懂 这里是直角 同学 斜边乘上sin 就是对边 对于α加贝拉来说 它的对边在这里 所以这个C租长 C租长就等于什么 1乘上sin的α加贝拉 可以吗 好 同学接下来 我们只要去想办法把这个编长 用其他的条件表示出来就好了 这个你会发现往前翻我们1之1的一个题目就有在讲这个东西 我很久以前就说我们这东西会再见每次 1在这里 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斜边乘上sin 会变成α的对边 这一条的长 就叫做1乘上sinα 可以吗 那这个底边长是多少 斜边乘上口扇就是脸边 对于CEF三角形来说 CEF是斜边 CE是0边 EF是对边 斜边乘口扇会变0边 这样E乘上 口扇α 所以说这个题目你们就是连续的画图 画图 再画图 第一个 这里有个α角 斜边是1 这个底边 这个CEF EF 这个底边叫做E乘以口扇α EF是E乘以3α 我标示下来 CE长 就是斜边乘以口扇α EF长 就等于斜边乘上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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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这里是β 这两个角 护鱼 90度 这是一个长方形 这两个角护鱼 相对的 这两个角加起来也是护鱼 所以这里也是β 第二个三角形 我要看的是EAF三角形 EAF三角形 以谁为斜边 以EF为斜边 而且EF的长度 又叫做sinα 所以这个时候来 看喔 这个角叫做β 这个底角叫做β 同学 这个底角叫β 可以吗 可以看一下 这底角这里是β 你看到 看到 开始了 在直角三角形 里面 这个时候 EF乘上sinβ 叫做AF 斜边乘以sin 就是我们的对比 可以吗 它就叫做 sinα 乘上 可 酸β 另外 EF 乘上 口酸β 叫做AE EF的长度sinα sinα乘上口酸β 叫做AE 所以AE 就是sinα 口酸β 有蓝笔钱 A1的長 就是sin的α 這個斜邊 再乘上口扇貝達 斜口扇合理 只要三個三角形 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被我們正出來 這個正弦跟余弦的 上面不是有兩個圖 我上面不是畫兩個圖 可是我要告訴你 只要一個圖就可以把 這個合角公司的sin跟口扇先正主 這個東西真的還蠻學不好的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個 第三個是下面的這個三角形 CBE三角形 CBE三角形 來 直角在這裡 背盤在這裡 斜邊是口扇阿法 EC的長 剛剛算出來是口扇阿法 你要注意 任何的三角函處的筆質 都可以當做一個長度來使用 可以 斜扇得對 斜口扇得令 所以你看 斜邊 斜邊 乘上sin 1B 是不是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個 CE 乘上 sin β 叫做1B 這個就是我們的多彩 c 乘上 c 乘上 c 乘上 乘上 c 乘上 下 上一次沒來的 你就舉個手 我確認一下 把所有整個放一次 扭難到就算了 來 來 這個圖就泡完 我把編長 填到這個圖上面 這個圖1B 1B的長 有算過 c c 乘上 這個圖 我們瞪久了 就真的會 因為它是最基本的 定義 帶出來的東西 斜邊乘以sin 是對邊 斜邊乘以狗三 是零邊 就用這兩個東西 把它全部正好 同學 最後我們看到 c珠長 是不是就是 A1 加上 EB 因為 c珠長 A1 加 TB 所以你們應該看得很清楚 sin c珠長 in 4 3 4 5 3 5 6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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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看得懂嗎? 就這裡面稍微整理一下 都是用斜邊乘以三格 我跟你們講,這個證明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你們如果看著這個圖 你們應該知道這個邊長 看好看好 這個邊長F珠是多少? F珠是不是下面也正好? F珠就叫做 Cosα加貝 A,F常有了 C,B常有了 對不對? 可以嗎? 好 所以我們先把下面的第二個證明 給你們 這個第一個證明還沒插完 再等一下 第二個證明已經正完了 有沒有看出來 這半小時 我就是要把這邊講完 然後立即連練你們回去自己做 我下個拍卡對不對 嗯 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 基本上這個圖 我覺得是很棒 就是 讓你們可以一次把所有的東西正好 而且 而且我覺得這個 可以分開這兩件事情證明是很棒的 你們只有一知識 老師只會正一個方法 然後那個方法去演變成四種證明 但是他在角度轉換上 我覺得要求太高了 不如這個東西 因為你們這個東西之後也會用到 所以我覺得 早講完講都行 你們在物理學上 你要邊啊 跟底邊跟對邊做轉換 這個東西也是會很常用 所以你們這個東西看了 到時候 你們直線運動教了 斜槍拋射教 所以這個三角函數的轉換 應該也是很基本的東西 用這個基本的工具來操作 我覺得其實是不錯的 來 這個 我接下來要證明第二個東西 你看架構都一樣 多方便 來 下面是 cos的α加β 我先給你們去體驗一下那個桿 我先給你們體驗一下這個感覺 這個 cos的四值來 cos的15度 同學 cos15度跟sin7數值一樣 叫做4分之 更好6 加更好2 他可以寫成 cos的45度 減掉30度 可以嗎 可以嗎 ok喔 那這個時候呢 你要注意喔 cos的45-30度 他展開來 他的答案叫做 cos45度 cos30度 同學這裡符號答錯了 加上sine的45度 sin的30度 自己幫我改成加 cos加sine 是等於cos的兩個差 好 那這個時候呢 算一下 cos45度 2分之更好2 2分之更好3 再加上2分之更好2 2分之更好6 4分之更好6 加更好2 在這裡 接下來我的證明 我一起證完 再一起講延伸喔 下面第二個的證明 cos的alpha加貝拉 等於 cos啊 不是 這是加勒 同學這裡是加勒 下面我要證明 啊 同學這個算 就這樣好了 欸 這個 上面這個 感覺地方有點寫錯 不好意思 我剛剛講太準 我們再看一次喔 不好意思 我再讓我看一次 cos的15度 我用別的角度來算 用這個角來算 不好意思 再看一次喔 cos的45度 加上-30度 應該是這樣 喔 不好意思 這再看一次喔 cos的15度 是 cos的45度 加上-30度 那這個時候 這個式子可以寫 cos的45度 乘上 cos的-30度 減掉 sin的45度 乘上 sin的-30度 cos的14 應該是這樣子 這個 可能我重寫 剛重寫的 這樣子寫 這裡還是簡單 我們再看一次喔 這樣寫 cos的45度 是2分之 根號2 cos的-30度 cos的14向線 是不是都是正 我再說一次 cos的-30度 cos的14 都是正 所以這裡 叫做2分之 根號3 減掉 sin45度 2分之 根號3 根號2 sin-30度 同學 sin 在第四向線 是負的 所以在乘上 負的 二分之一 喔 這樣才對喔 負負的正 一樣是 4分之 根號6加根號2 那我們要證明的東西 是這個東西 cos的α加β 等於 cosα乘上 cos貝拉 減掉 sinα乘上 sin貝拉 口善跟sin不太一樣 口善角度相加 欸 角相加 口善越加越大越小 口善的角越大 它的值是越大越小 越小 所以這個時候 cos如果 角度相加 它用減的 才會變小 那我們來看喔 看這邊 對於這個圖形 就很明顯了 最後 我們把所有的編長 跟上面那一體 全部都一樣 看這裡 cosα加變 在這邊 對不對 這個f珠啊 是多少 換個顏色 f珠 可以看成cb-af 等於cb-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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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兩個都證明都證完了 那證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上面跟下面的延伸 同學這個今天我們在走之前 一定要把這四個東西搞定 這個我希望你們到最後都可以把它記住 這個因為你們暑假的時候這個作業 跟那些的狀況這個比較有 所以至少每一次在上課的時候 我們至少要動態的確認一些東西 確認這些東西 第一個是 Sine的 Alpha加Pan 這是我們證的 叫做Sine 加Cosine 前腳在前面 後腳在後面 前腳在前面 後腳在後面 再來 延伸的第一個 上面不是有寫延伸嗎 Sine的Alpha加Pan 延伸 Sine的Alpha減Pan 怎麼寫呢 你們跟著我一起抄 Sine的Alpha減Pan 我們一起跑過一次 它可以寫成 Sine的Alpha加上 負貝拉 可以寫成 SineAlpha Cosine的負貝拉 再加上 Cosine的負貝拉 Sine的負貝拉 那我們知道這個負角的話 E4是為正 對不對 所以這裡是正 脫掉還是一樣 這個詞還是 SineAlpha Cosine貝拉 可是Sine的負角都不一樣 Sine的負角都不一樣 Sine第四項線是負的 加號會變 減號 減 CosineAlpha Sine貝拉 可以嗎 延伸E SineAlpha Cosine貝拉 減CosineAlpha Sine貝拉 上面有寫 有沒有看到 OK嗎 延伸E的地方 看喔 好 好 立即的念馬上寫兩次喔 下面47 你看 所以說很多時候 一些很醜的角其實都不太需要背喔 像這個 Sine的105度 Sine的105度 以前要算個半時 現在也直接寫斷 Sine的45度 Cosine 60度加 Cosine的45度 Sine的60度 這樣就可以算 第2個 Sine的30度 減60度 Sine的兩個相減 Sine 減口Sine Sine它是同號配 加配加 減 配減 所以Sine的30減60 等於 Sine的30度 口Sine60度 減掉口Sine30度 Sine60度 加配加 減配減 是這樣 來 第2個延伸 第2個延伸 我們剛剛先證明出 用一個圖證明出了 Cosine的Alpha加貝塔 等於 CosineAlpha Cosine貝塔 減掉 減掉 上Alpha 上貝塔 Cosine是 一號配 正配負 那如果是 Cosine的Alpha減貝塔呢 他就等於 Cosine的Alpha加上貝貝塔 一樣 跟剛剛一樣 等於 CosineAlpha Cosine貝塔 Cosine貝塔 減掉 CosineAlpha Cosine貝塔 Cosine貝塔 那我們知道對於這個負角而言 Cosine不會變 Cosine會變號 所以 它會變成 前面不變 Cosine 這裡變號負負德證 來 馬上立即演練 下面的121A寫完 Cosine 這個東西 因為這裡變號 所以變成家 那還行嗎 來 OK 有點太太太 看什麼 啊 看不看 至少先自己先 口善發 正配 這正確定的 這正確定的 算是 正確定的 可以算是 看 對這個 那第一個 這個是 Cosine 45加60 一樣 Cosine的45度 就是口口口散45度口散60度 減掉散45度散60度 那第二個 口散的30度-60度-30 等於 口散30度 口散60度 加 散30度-60度 那你們有做一個回去把這些數字算出來 去驗證這個角度是對的 最後 第二頁 四個公式我們全部再寫一次 那四個公式這時候口散 跟散是寫在一起 那第二頁是在幫你們寫一遍而已 那這裡 Sine的後面喔 幫我寫同號配 什麼叫同號配 加配 加配 減配 減 減在這裡 減配減 第二頁翻過來 Sine的 Sine alpha- 減配減 是 Sine alpha 口散配減 減掉 口散 alpha 散配減 減配減 有點 空間 這下面口散的 溜澎海 溜澎 landscapes 什麼新 Orange OK 加 減 減 下面的題目自己練習做做看 就這樣 下面這個試題自己練習做 同學今天又上次 辛苦了 我呼籲一下 學數學 這個重要的不只有結果還有過程 證明要盡量聽不懂就想辦法弄不懂 這個很多人 這個段考應付的很順暢 可是到大考的時候 沒辦法自行去往下延伸 有幾個原因一個是閱讀 它的閱讀能力不夠 所以你們這個自行推演 或是這個閱讀 可以把東西讀懂這個能力了 現在的考試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的考試短長 明確要考什麼都很清楚 可是如果你們之後開始慢慢研究 這種大考的考題 它的叙述都很長 那就是要去考你們 有沒有辦法把東西讀懂 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東西 去把讀懂的過程 讀不懂就問 讀得懂 那恭喜你們 但是一定要去讀它 知道嗎 這個東西可能有點辛苦啊 但是 這個你們最後的 對於未來的回報是大的 一個學習科學 或學習一個東西的閱讀能力 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希望你們可以把它理解 好 來 诶 來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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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不會剪耳機 我這邊有各種東西 包括耳機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你 你的耳機長什麼樣子